另外来看到天气就是全台湾雨还是下个不停 但是呢这个梅雨季节 其实防水衣的订单是往上标的 有台湾列者呢他们就力拼海外的市场 从缝合呢到贴防水胶条再到检测 所有的过程都是MIT 那么这个防水衣一个月的营业额就高达有4000件 五颜六色的防水外套拿起水管狂喷 内部也不见胜水 像这样的防水衣一个月就狂销4000件 评管量产可不容易 工作人员低头车缝 领口袖口分区作业细节丝毫不马虎 但这样还没完 防水衣的重头戏就是贴防水贴条 得用500到700度高温紧密结合 防水封条牢牢包覆接缝处 整齐一直线全靠师傅眼力 几乎都会被烫到100多件 贴完封条还要印出拉链位置 接着再整合造型才能烫平包装 防水衣繁复工序比一般成衣制作 费功三倍 战战兢兢 不管天后变化 所谓温度变化 或者是说整个变化都要涵盖在 所谓制作的管理 逢美宇季订单跟着标 业者从网络起家 八成内销 两成外销欧洲 其中内销营业额 网络门市占四成 客制订单六成 年营收破三千万 采购的方向是很陌生的 包含布料采购 工厂的制作 消费在哪里 我们也不知道 一季的话只能卖个两百至三百千 接下来进入测试阶段 从耐水压到透气 光一件衣服就得测试个十次以上 防水测试得耐水压单公斤 外套慢慢鼓起 没破洞代表过关 如果衣服被渗透就不合格 透气测试要倒入90度热水 代替体温 不同一般用眼镜测试 业者坚持要肉眼看见烟雾 才算过关 定时定点的时候会再做一个 比如说贴条的防水测试 然后在结束的时候 会再做一次往日本市场 或是往大陆市场去发展 台湾本土业者力拼海外市场 MIT防水一走平价路线 创下千万营收 东森财经新闻 陈生如黄浮祥 宜兰采访报道